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红潮禁闻 我是宇明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20号星期三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北京铁杆撤离 李超人也甩卖 他们看到了什么 金门不断出事 全球最大光伏企业计划裁员24000多人 李克强故居外献调福 迫害法轮功学院的官员厄运接踵而至 高速通过23条 中共蚕食香港 蓄谋已久 下面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越来越多资本急于撤出中国 有人说今天舍不得离开中国 明天就会失去整个世界 这预告了中国经济惨淡的前景 独立时评人蔡成坤在社媒发文说 一位在丹麦西门子供职的朋友 最近到上海出差 原来此行的任务是把临港的西门子卖给一家国企 然后西门子彻底撤离中国 这意味着一批上下游供应商共8家外资企业都一同撤走 因为西门子的制控原则就是绝不用中国本土供应商的替代部件 所以一家西门子带来了一条外企产业供应链 现在西门子要走 那走的也就不止是一家西门子 蔡成坤的这位朋友说 西门子耕耘中国近40年 与中国官场的关系很深 几乎垄断了中国政府项目 再转包给其他德国企业 这样一家北京在欧洲的老牌铁杆却要与中国脱钩 原因有几个 一是2022年上海封城 二是俄乌战争和伊哈开战 世界局势有了变化 一方面 中国政府部门的人已经无法正常理性的沟通 另一方面 今天舍不得离开中国 明天就会失去整个世界 所以西门子砸锅卖铁 坚决拔腿走人 蔡成坤观察到 因为西门子的产品直接从阳山港出海 以前通往港区的公路上 卡车穿流不息 码头货柜堆积成山 一眼望不到尽头 现在路上一辆卡车都没有 货柜厂是空的 阳山港看不到作业 几乎废了 而且蔡成坤的这位朋友从丹麦哥本哈根经荷兰转机飞上海时见到 荷兰航空全满客 都是中国人 这都是从加拿大 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飞往中国的人 不得不从荷兰转机 因为很多国家连直飞中国的航班都不愿意开 老板不想和北京打交道 这是外资抛弃中共的一个最新实力 上周 超人李嘉诚率卖上海物业高尚领域的消息引起关注 高尚领域位于上海四大副中心之一的普陀珍如地铁站只有400米 楼下就是商业街 五年前开盘时卖得火热 认筹比高达106% 今年3月14号 高尚领域推出73套新房 面积从83平米的两居室到160平米的四居室都有 价钱和五年前一样 9万人民币左右一平米 比周边的二手房还便宜 国内媒体都说 高尚领域这73套新房相当于八五折抛售 消息很快上了热搜 李嘉诚已跑得快 著称 在中共党魁习近平2018年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之前 却把主要资产撤离中国转移到欧美 前段时间 李嘉诚在香港七折抛售新房侵海翼之后不久 23条被火速通过 估计外资将加速撤离 香港经济会雪上加霜 有媒体人写道 李嘉诚卖完青海翼之后 香港楼市就开始惨烈下行 这一次 看到常识又拿出了上海压箱底的大甩卖 咱突然想到 李嘉诚这次是不是又预料到了什么 台湾最近金门不断出事 两名台湾吊客3月17日出海遇险失联 被中共海警搭救 后发现一人是台湾现役军人 因此中共至今没有允许两名吊客返回台湾 对此 希望之声记者20日采访了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 另外国民党立委马文军19日表示 以计划5月16日率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登太平岛考察 并批评总统蔡英文没有登岛宣誓主权 外界担心 这时候马文军计划去太平岛是否会激化两岸紧张的局势 去太平岛有什么意义吗 此外 宋国成认为 太平岛多年来是由台湾国军所控制 没有必要去宣誓主权 反而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一方面 现在南海的情势这么复杂和紧张 你现在登岛除了宣誓主权之外 也很可能去添乱 增加火药味 增加一些更为复杂的因素 太平岛本身是由中华民国的国军实质控制和占领的一个岛屿 虽然说国际海牙法院对于九段线里面的各种岛礁 都把它判定为是不适合人居住或者是无人居住的一个礁或者是岩石 但是太平岛长久以来是由台湾的国军所控制 而且是驻军多年的一个主权的岛屿 这是一个继承的事实 国民党这些立委就是台湾的吴三桂 一天到晚就是在内部制造一些争议性的问题 来帮助中共对台湾进行内统 就是在台湾内部来实现所谓中国统一的这样一个非常樱狠的策略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珍攀降的敲放报道 彭博新闻社18日表示 随着行业产能过剩和竞争激烈 全球最大的光伏企业龙基绿能为降低成本 计划裁员近三分之一 公司去年员工总数约为8万人 未来24000多人将面临失业困境 龙基绿能公司在去年11月份就开始裁员 已经有数千人被裁 其中大部分是管培生和工厂员工 中国光伏产业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 去年太阳能电池板价格跌至记录低点 生产企业不得不评价或低于生产成本出售 龙基绿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硅片厂商 去年也大幅降价 龙基绿能的股价已经从2021年的峰值下跌了约70% 仅在2023年公司市值蒸发了2000多亿人民币 目前公司正在艰难应对产能过剩 行业整合以及可能出现的破产问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 龙基绿能为了缩减开销 员工已经取消了免费下午茶 减少了出差预算 只使用黑白打印 龙基绿能上海办公室也不再提供免费咖啡 公司担心越来越多的员工失业会造成社会影响 龙基绿能去年年底关闭了能查看员工总数的功能 上海光伏分析师毛婷婷 去年4月份表示 光伏行业的价格战是在高速发展下的必然结果 大举投资建厂 投产 造成市场严重的供大于求 对于龙基绿能大幅残缘 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特约研究员吴惠林教授 现在中国河于是吊得非常的厉害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因为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重 什么东西都是要党做主导 那在经济发展方面 这个是最大的禁忌 好像要回到毛泽东那个时候 要把门关起来 自由经济的那种这些产业 他根本没有办法存活 要么你就倒了 要么你就外移了 吴惠林建议 中国走上发展自由经济的道路 用诚信来提振市场信心 尊重人 尊重市场 让人自由 道德提升 很有诚信的 然后去做一些发展 这样的东西才有救了 不然真的是非常残热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王岐人攀降的参访报道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曾生活过的安徽省合肥市旧居 3月9日栏杆外发现挂着的布条 上面写着 能做事的做事 能发生的发生 提醒大陆年轻人能保持独立思考 中央社20号发表文章说 李克强过市4个多月后 3月上旬 记者来到他的安徽合肥故居 这里是李克强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 是曾经的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大院 李克强当年居住过的平房大院 早已经成为两座居民楼 一栋是白色三层楼 一栋是红砖四层楼 去年10月底 栏杆内曾铺满鲜花 众多的民众围绕居民楼 致意或哭泣 如今空荡荡的 看似一切恢复正常 不过栏杆上挂了一块布 上面写着文字 写道 能做事的做事 能发生的发生 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就像阴光一般 也可以在黑夜里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聚火 此后如果没有聚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 中央社文章说 这块写着文字的布 可能是民众追到李克强的热潮 过去后才挂上的 否则可能和那些鲜花一样 早被清理掉了 李克强在习近平担任 中国党会的前十年期间 担任总理 十年间 洗礼部和传言一直不断 特别是李克强2020年5月 在总理记者会上公开曝光 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千元 此剧被认为 揭露了习近平脱贫的谎言 对于条幅上鼓励年轻人的话 文章提到 现在的年轻人仍有独立思考的人 比如一名上海教师 给高中生课外辅导时 有学生在课堂上问他 您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吗 另一名学生则立刻环顾四周问 有监控吗 还有一次 另一名高中生问他 该保持清醒还是糊涂呢 老师欣慰地对中央社记者表示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还能有这样的独立思考 可见疯不死啊 但这名老师也表示 在中国即使是觉醒的人 在身边人遭遇不公时 也未必会挺身而出 但是没有被完全洗脑 就代表着这些年轻的一代还有希望 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进入第25个年头之际 近日又有多名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院的 中共省部级官员落马 例如前公安部高官刘岳进 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李显刚 外界注意到 大批参与迫害法轮功学院的中共官员 正遭受各种形式的厄运 根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 从去年至今 中共已经有700多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厄运 其中当政官员最多 有的去世 有的患重病 也有的落马被查等等 例如中共工程院院士顾新毅 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 今年1月2日死亡 云南玉西市新平县前副书记县长刀文高 在任期内污蔑法轮功 今年1月28日突发疾病死亡 对此前北京律师 民政加拿大主席赖建平19日对新唐人表示 法轮功学员把真善忍作为他们的核心信条 没有任何的错误 但是法轮功学员这几十年来 遭到中共不断的迫害 他们把法轮功学员投入到监狱 逼迫他们所谓的转化 妄图从精神从肉体两个方面消灭法轮功 这是一种极其残暴的罪行 另外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绍华律师说 中国传统认为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不到 老百姓都相信这一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朴素的愿望 特别在中国 有人作恶 通过法律手段 通过正常手段 就很难处罚他们 但是天道不爽 这些人总会在某个时间点受到那个报应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99年7月20日 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 到2023年11月20日期间 被中共迫害去世的法轮功学员 至少有5010人 仅去年一年就有至少209人离世 梁绍华律师警告那些 追随中共还在迫害法轮功的官员 不要再作恶 他说 作恶的人 你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所以在遵从中共指挥的情况下 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 你还要把牵口抬高一寸 不要为虎作伤 香港立法会3月19日 全票通过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该法案被称作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以打击叛国 叛乱 煽动叛乱 窃取国家秘密 间谍 破坏 以及境外干预为目的 全民收紧港人的人权和自由 被指控触犯此法的人一旦罪成 便可判处7年制无期徒刑的监禁 可谓言行俊法 加拿大华裔作家盛学表示 这就是一个口袋罪 想抓谁 拈手就来 盛学表示 23条立法后 外资外企会有很多撤出香港 包括现在新闻媒体也在撤出香港 这个23条立法就相当于第二部国安法 也是一个口袋罪 因为当中的这个法律条文呢 很难去找到它的清晰的边界 当局如果要治什么人的罪 他在这样的法律条文当中 可以拈手就来 中共特别是习近平政权 基本上不会去考虑是不是有利 比如说对当地的人民 对国际民生 甚至包括对他本身的政权 因为最重要的 他是要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和权利 他急于出台这样的东西 来让他自己安心 所以香港呢只能是败落下去 而且香港在全球的著名的自由港 贸易港 金融中心 商业中心等等的一切 都不再会让人们对他有任何的信心 盛学认为 其实早在1997年之前 中共就在布局 20年前 中共就要尝试23条立法 结果50万香港人游行反对 盛学进一步表示 中共事实上是一步一步 在蚕食香港 在1997之后呢 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就是一个抢时间比速度 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大陆的民主化 和香港被大陆化的比较 如果中国大陆 在这30多年当中实现了民主化 当然香港就不用变 而中共也绝对不讲 有一天中国大陆完全实现 自由民主的制度 有人权独立司法的保障 而事实上呢 他就是要把香港大陆化 今天的香港不仅仅是大陆化了 而且由于他现在的这种特殊的时期 特殊的地位 中共在香港用的人力物力 武力暴力等等投入的更多 因为他对香港更不放心 绿澳学者李元华也表示 中共故意模糊罪名边界 营造恐怖氛围 让所有人提心吊胆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第二克 3月19日发声明 谴责香港立法机构 在外界严重关切当中 许多条文不符合国际人权法之际 加快程序匆匆通过该法案 造成影响将非常深远 根据法案 叛国 叛乱罪可以终身监禁 勾结境外势力 作出煽动 可处10年徒刑 新增的境外干预罪 最高可判14年 对此 李元华20日对希望之声表示 他就想营造一个恐怖的氛围 不给你画得非常明确 就变成一个弹性的 所有反对专制集权的 所有不赞成中共的 所有他认为 跟他不是一条心的 他都可以给一个笼子 全给你装进去 所以他让所有人提心吊胆 这就是他的目的 他什么时候想用这套东西 去迫害谁 就可以迫害谁 在中国大陆一直是这么做的 所以他也想把香港变成这样 或者说把全世界都变成这样 这就是23条最核心的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霄的采访报道 这期的红潮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